阿波羅新聞網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國之江王必有妖孽 不看不知道 看了下一下 拍攝者非常震驚 中共國常態 11人遇難 抵不過領導一次例行講話 中國不明肺炎嚴重了 北京兒童醫院經傳後診等13小時 家長說慘況 中共非法安裝跟蹤器 監控綁架法輪功學員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12月4日星期一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國之江王必有妖孽 不看不知道 看了下一下 拍攝者非常震驚 最近 由開眼實驗室發布的兩個視頻在中國某地曝光了令人震驚的場景 再次引發了社會對中共政權不負責的城市建設和設計的強烈質疑 這兩則視頻揭示了中共在城市規劃中對道德底線的漠視 直接挑戰了人們對私密性和基本體面的合理期望 一位女子路過一個廈門全透明的男廁所的視頻展現了這一異類設計 讓人不寒而栗 並引發了對城市包容度的廣泛質疑 而第二個視頻則顯示了中國商場大廳市一間的頂部未封閉 再次讓人對中共政權對公共場所規劃和設計的道德操守 產生深刻反思 這兩則視頻的曝光再次凸顯了中共對社會價值觀和基本道德的漠視 引發了人們對中共是否真正尊重公民權益的疑慮 在中共持續的道德滑坡中 人們開始質疑 城市建設是否真的能等到共產黨倒臺才能有所改進 這一事件再次敲響了警鐘 呼籲對這類不負責任的城市設計進行監管和改進 以維護社會的基本道德底線 在中共不斷違反公民權益的同時 民眾對城市建設的期望變得更為迫切 因為只有在政權真正發生改變之時 才有可能看到這些道德問題得到根本性的解決 中共國常態 十一人遇難 抵不過領導一次例行講話 阿波羅網孫瑞厚報導 11月28日晚 雙鴨山礦業公司就突發煤礦事故發布情況通報 雙陽煤礦發生事故 初步判斷為衝擊地壓所致 截至18時20分 搜救工作已經結束 事故共造成十一人遇難 事故原因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作者知著撰文說 十一條生命沒了 該公司就發布了這麼一條百魚字的通報 冷冰冰 沒有任何歉意 也沒有表達哀悼之情 重要的是這麼重大的消息 重大的事故 該公司居然連頭條都沒給 頭條是一則某某某領導召開的一次會議 一起死亡十一位礦工兄弟的礦難 竟不如領導例行會議的一次講話 如此可恥的做法 讓人憤怒 於是 一位媒體人發朋友圈怒對說 這是東北這片土地的恥辱 雙鴉山礦業集團有限公司是國企 僅十一月便被黑龍江省煤炭生產安全管理局處罰三次 其中包含 採煤工作面 個別液壓支架未接頂 相關設備 缺少防護欄 未執行每日對架空成人裝置 進行檢查等違法違規行為 而且 事發前一天 11月27日 公司安全生產標準化管理體系驗收組到雙陽礦檢查驗收 陸媒稱 公司相關部市負責人參加檢查驗收 驗收組對雙陽礦采煤 絕境 機電 通風 運輸 地側防治水等系統 進行了現場檢查並召開通報會 對檢查出的問題提出整改意見和建議 中國不明肺炎嚴重了 北京兒童醫院驚傳後診等13小時 家長說慘況 中國搜狐網上 一名博主以肺炎幾爆兒童醫院家長快崩潰了為題 直接曝出了家長們的恐慌 11月下旬 一名奇姓母親發現兒子高燒40度 吃了退燒藥 到第二天半夜絲毫沒有退燒 不得不帶去看急診 明明是半夜 但到了兒童醫院門口卻嚴重塞車 進了醫院更不得了了 護理師告知 前面還有390個孩子在等 至少要等8小時 只好先回車上休息 讓老公徹夜排隊 從大半夜排到早上6點 才終於等到看診的機會 儘管成功輸液並退燒 但孩子的治療並沒有就此結束 醫生說 急診只能開3天的藥 如果沒有好轉 就要去掛呼吸科的號 可能要辦理住院 但提醒家長憂心地說 相較於急診 呼吸科的似乎更難掛 又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文中曝光了醫院的另一張等號螢幕 上面直接表明 前面人數超過700家 後診時間預估13個小時 該博主也談到 一個孩子還好 二保家庭更是悲劇 生活在一起 不太可能有一個能幸免 一旦兩個都發燒 加起來破80度 簡直嚇死人 去了醫院又是無止境地排隊 普通家長要上班 哪來的時間照顧跟排隊 面臨的難題恐怕不小 中共非法安裝跟蹤器 監控綁架法輪功學員 在非法監控下 有的法輪功學員在恐嚇 高壓中 身心受到很大傷害 有的被安裝定位跟蹤器 中共《明典法》1032條規定 自然人享有隱私權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刺探 侵擾 洩漏 公開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隱私權 隱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和不願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 私密活動 私密信息 事實上 中共對公民進行無孔不入的監控 大陸一位知名律師曾告訴大紀元 中共對法輪功學員實施更加嚴厲的監控 強行給結束冤獄 回到家中的法輪功學員帶跟蹤器 是違法的 是法外施行 這無異於使他們生活在另類的監獄裡 河南省信陽市70歲的法輪功學員斯德利 曾是河南省信陽市市河區文化館美術骨幹副教授 斯德利在2021年下半年結束三年多的冤獄後 人不斷遭到騷擾 4月份 信陽市政法委 610人員強制在他身上所帶監控器 並威脅他不准取下來 律師認為 根本沒有任何法律依據 可以對斯德利採取這種形式 他完全可以把電子跟蹤儀器砸了 他根本不涉嫌違法 反而是中共警察違法 反而是他們裝這個東西在違法 中國之所以沒有法律秩序 就是因為政法委 610起到了破壞法律秩序的作用 610是在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命令下 於1999年6月10日成立的凌駕中共一切法律之上的 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非法組織 再如湖南省湘潭縣79歲法輪功學員石巧雲 被花石派出所警察闖入家中綁架 之後 石巧雲接到湘潭市禦湖法院判決書 限制他在2020年5月26日至同年8月25日期間的行動自由 強制給他戴上監控電子手錶 要求他任何情況下都不許取下 戴上電子手錶不久 石巧雲開始消瘦 心臟受不了 石巧雲老太太在長期的恐嚇 貧困中度日 於2022年6月23日寒冤離世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習考察上海沒用 富人大顯神通轉移資金 全球首個 塔利班撕下北京偽善面紗 網罵射一片 為打碼視頻流出 哈馬斯賣慘翻車 賀錦麗 太多巴勒斯坦百姓被害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請您訂閱我們 點讚 點讚 我們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 請您訂閱我們 點讚 請您訂閱我們 點讚 請您訂閱我們 點讚